反正呢它都是固定的啦 也就是說利用什麼 利用application 這個就指的椅子友本身 的這個最大物件 去抓到什麼呢 它裡面的worksheet function 其實可以講工作表的 其實就是內建函數 裡面有一個asc 那我就帶給它一個什麼 帶給它一個這個東西 先給a2 回圈下一個 a3 丟到這邊來 a4 其實這個做完之後會丟到哪裡 丟到b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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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先把它清除掉 這個清掉的 然後再來 直接執行 一樣 有沒有 但是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你就把油膠放上去 你會發現呢 它出來的結果有沒有 這個東西 它跟剛剛的那個公式 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呢 它是在那個vba裡面 處理完之後的結果 再丟過來 那剛剛那個是丟過來 是一個丟一個什麼 公式 ok 那哪一個比較 哪一個比較好用呢 哪一個比較不好用 其實就看能用嘛 對 嗯 因為有的時候 有比較習慣 撰寫程式的人 他就很喜歡用 Walkship function 把它點 所以你看到 很多坊間的那個vba書 他很喜歡用第二種方法 可是很多人看了看不懂 對不對 那第一種方法 剛剛哪 用輸出公式那個部分 很多書都沒有講到 那個好像幾乎是我自己 的一個方法 這個有點是自己獨門的招 也不是說從哪邊看到的 因為以前我都試了 試說把公式丟進去 可不可以Walk 發現可以 那我就這樣用了 ok 所以有兩種方法 兩個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再來就是說 最後如果你做完之後 請你再加上什麼按鈕 插入 按鈕 對不對 比如說第三個 如果你自己這個按鈕 至於怎麼做 在上個階段的課程都有講到 那你可以自己再拉一個按鈕 然後 比如說 我是這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 這很長一串 ok 然後把這個這個部分 再做按鈕 然後將來的話 你就直接在這邊 這個範例就可以 就把它存檔了 那你就是表示 你這個是 我們有幾個階段 那你比如說清除 第一個是輸出 這個也是WASH吧 清除按下去 反正就可以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呢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 我等一下會把公式貼上去 那如果這一題完成之後 各位可以再往下看 下一題比這個更困難 就是如何留下 中文的部分 因為下一題 稍微難一點點 這個是已經 你可以看一下 你們等一下打開 這一樣有個示意題 這個是原來的字串 裡面有中文 有英文 有數字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只要中文的部分 你不要英文部分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 我想應該有點難度 那當然你不可能用土法煉鋼吧 如果你用土法煉鋼的話 你可能會 這個 做不完你的事情 但是有沒有簡單的方法 那你講說 我用那個資料剖析 可是問題來了 那個長度也都不一樣 有的三個字 有的四個字 有的五個字 有的很多字 那你要怎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 把中文的部分切到旁邊去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需求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